看点,国庆假期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电影票房大战的结果 万里归途平凡英雄钢铁意志 都是在9月30日上映的 他们的票房分别是10.83亿 1.33亿 6198万 搜救是10月3日上映的 他的票房只有1497万 搜救在10月7日的排片率 只有3.5% 只比上映了29天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高 但搜救的上座率只有1.1% 是11部电影里最低的 所以不要怪院线没给搜救更多的排片 而是排了也没人看 搜救是由甄子丹领衔主演并监制 罗志良编剧并指导 韩雪、贾冰等连妹主演的灾难冒险电影 讲述了搜救警察及血域搜救队 不离不弃创造生命奇迹的故事 一看故事简介就知道 这部电影没有打斗 没有枪战 为什么投资人会找甄子丹演搜救呢 换成黄博、黄小明、邓超这一类的演员 票房都会比现在高 甄子丹是动作巨星不让他施展功夫 那就太浪费了 甄子丹的片酬那么高 比搜救的票房都高 投资人亏得血本无归了 去年 甄子丹和谢霆锋主演的警匪动作电影怒火 重案 在内地收获13.29亿的票房 成为港片在内地的票房冠军 或许就是因为这部电影 让投资人误以为甄子丹演什么电影都会火 非著名于平人吴清宫指出 甄子丹终于体会到了成龙和李连杰的尴尬 1999年正值巅峰的成龙 和舒奇演了一部爱情片《玻璃尊》 但票房也惨败 投资人也怕观众不买账 所以玻璃尊其实还有动作和喜剧元素 只是比较少而已 但观众就是喜欢看成龙打架 不想看他谈恋爱 2010年正值巅峰的李连杰 和文章演了一部关爱孤独症的电影《海洋天堂》 也是票房惨败 其实也可以理解甄子丹 毕竟他快60岁了 他需要转型 他很快就打不动了 比如成龙 他在《极先锋》里 不如杨阳和艾伦的动作戏多 他也要转型 成龙还和郭麒麟 刘浩存演了一部电影《龙马精神》 看故事简介 成龙一点打戏都没有 可以预见的是 这部电影的票房不会太高 到时候可能又会有人嘲笑成龙老了 李连杰因为得了怪病 退出了影视圈 所以他没有被人嘲笑 讨论 你觉得甄子丹还能打吗